各位早上歡迎收看星期四早上的天氣報告 我是江偉 受到一股東北季澳風的補充影響 香港今早天氣涼快一點 首先看看外面的最新情況 到了7時多 現在香港各區的氣溫介乎16至19度 很多地方比昨天早上低了3至4度 天氣涼快一點 大家記得要注意保暖 另外要留意現時紅色火漿危險警告只是生效 代表火漿危險性極高 大家也要小心 至於天色方面一齊看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可以看到今天在華南地區的雲量比較多 不過在漁岸一帶 我們看到雲與雲之間有不少納粹 預計香港今天天色都不錯 日間都可以看到陽光 現在從維港看出去都可以看到天色 已經是相當之好的 至於詳細天氣預測 預測香港今天會是部分時間有陽光 日間是天氣乾燥 最高氣溫今天預計會上升到22度 風方面是吹和換似清靜的偏北風 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 最後去到展望 預計明天早天氣會清涼 周末期間的天氣是不錯的 大致天情 不過留意到下星期初 預計有另一股的季風補充 也會抵得華南地區 到時香港 到下星期初至中期時 氣溫會進一步下降 大家要留意了 這節的天氣報告到此為止 拜拜